這起意外是發生在日本當地時間5點47分 而這架JAL518的客機 當時是從札幌的新千歲機場起飛 要在日本的羽田機場降落 但在著陸的時候出現了一些障礙 疑似是用機附著陸 造成機身在降落時是出現了爆炸的火球起火燃燒 而根據了解 機上是有359名的乘客還有12名的組員 而目前更多的現場狀況 請展玉繼續告訴我們 好的 根據我們現在收到的最新消息 事實上這起意外發生的非常的讓人吃驚 因為現在傳出的是 這一架來自新千歲機場的日本航空的航班 它一次是撞到日本海上保安廳 當時停在飛機機場跑道的飛機 所以現在的機場 事實上我們可以有看到兩台飛機出現事故 而其中一台是日航的飛機 它因為機附著地 所以現在有起火的狀況 而至於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是不斷的冒出濃煙的 而這起意外事實上是發生在日本時間晚 他們下午的5點47分左右 也就是台灣時間下午的4點57分左右 而這一架來自新千歲機場的日本航空的班機 它使用的是最新型的空中巴士A350的客機 沒想到卻在降落的時候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竟然撞到了海上保安廳的飛機 而造成了這一起空難的意外 而我們在機場這邊 現在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民眾 是在觀景台這個地方來隨時注視著最新的狀況 而現在在機場現在跑道 七跑道也就是發生意外的跑道 其實是完全封閉的狀況 而且機場的跑道是不斷的冒出濃煙 有一架是不斷冒出濃煙 另外有一架是有起火的狀況 而根據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這一班日本航空的航班 它機上大概有300多位的乘客 而其中還包括8名的嬰幼兒 而另外還有12名的機組員 而根據日本的媒體的報導 事實上這些機組員以及乘客 已經有逃生出來 有部分逃生出來 可是整個受害的狀況 我們還沒有辦法來為大家來掌握 再為大家更新一次 也就是日本時間下午的5點47分 在羽田機場的西跑道 日本航空的航班 從青千歲機場 準備降落在羽田機場的新日本 日本航空的航班 是撞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廳 停在羽田機場的飛機 而造成了這一起 讓人相當驚訝的空難意外 至於這一場空難意外 到底會不會造成多少的人員傷亡 我們會隨時為大家來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戰壽回來 суд臨務任 En radi管 además也有機會 像 kaybro寫海chien 走 Hungarian